白羊子怎么了?63岁照雅致素颜照曝光,此批住一张假皮网友,都当奶奶了,就别装嫩了。 在娱乐圈中,几乎所有的女星都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高颜值。 颜值的高低似乎已经成为当今艺人选拔的重要因素,而作为老一辈的女星。 她们的颜值才是最初的美,比如赵雅致,林青霞,虚晴等,仿佛岁月将她们遗忘,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 如今已经63岁的赵雅致被称为不老女神,仅仅白娘子一脚让她至今都活跃在娱乐圈中, 虽然在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,赵雅致都是以女神的姿态现身,不过这全都是假象。 近日,就有网友曝光了赵雅致的一些素颜照,即使是浓厚的妆容也难以掩盖她的老态。 脸部的斑点皱纹也都清清楚楚,有的网友就吐槽到完全是披住一张假皮再装嫩。 虽然赵雅致各种图片和海报都非常的光鲜亮丽,但这都要归功于化妆师和修图师了,毕竟赵雅致已经是奶奶辈的年龄了,就不要再装嫩了。 赵雅致,英文名,NGG,1954年11月15日,祖籍河南开封,香港知名女演员。 1970-80年代无限电视四大花旦之一。 赵雅致以俏丽脱俗的古装板箱衬著,曾主演多套经典香港电视剧与台湾电视剧。 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除了金庸小说改编剧《一天屠龙记》,《刀神之外》,赵雅致在上海滩的角色冯澄澄,古龙小说改编剧《楚留香》系列角色苏荣荣,语言学家林宇唐明著改编剧《精华烟云》的姚木兰。 细说乾隆系列第一单元的角色《诚怀秀》,特别让她在华人地区的观众受到广大瞩目。 1992年,她在台湾电视公司《新白娘子传奇片》中演出的《白素珍一心起白蛇热》。 2000年以后,赵雅致投入多项公益活动,包括向汶川大地震、2011年冬日本大震灾等捐款,拜访为主灾区。 投入教育与饮水工程劝劝,并曾当选历届香港小姐组成之慈善团体会员亚集会长2010-2012。 积极投入社会慈善工作为她赢得了2007年华顶奖公众形象港台最佳影视女演员奖,于唐国强、彭丽媛、刘德华、梁朝伟等定列最受公众尊敬表演艺术奖,2015年另获得17届华顶奖中国电视剧结出成就奖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